我是杰希 歡迎大家跟杰希一起收看 實用慣用語 21 idioms 那 idioms 就是 每一個字你都看得懂 可是整個意思你可能看不懂 比方說 106 Make your mouth water Make your mouth water 讓你的嘴巴好水 每個字都看得懂 但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就是說 讓你的嘴巴流口水的意思 它指的就是 你看到很吸引人 很想要的東西 好 一般我們用來就是 這個是在不知道幾世紀之後 人們就發現 你看到 或者是你光聞到這個東西 你是很想吃很想喝的 你的嘴巴就開始流口水了 好 後來沿用到的就是指的是 吸引人讓人非常想要的東西 非常想要做的事情 好 或者是看起來很可口 讓人想吃想喝的食物 這樣子 好 就讓你有這樣的感受 Make your mouth water Seeing those posters of Hawaii make my mouth water for a vacation on the beach 好 這個主詞的話 一定要是名詞 不可以是動詞 所以我看到什麼東西 我要把這個拿來當主詞的時候 我動詞後面加一個ing 我就變成動名詞 所以這就是名詞了 好 看到那些海報 什麼的海報 夏威夷的海報 主詞 讓我的嘴巴流口水 就是讓我很想很想要去做什麼事情呢 去度假 在沙灘 好 最近台灣危機也封了 好 很多人都出去度假了 錄影啊 什麼的 看的真是讓人心動 Make my mouth water 這樣子 好 我們再看這個句子一次 Seeing those posters of Hawaii made my mouth water for a vacation on the beach 好 107 Mess with someone Mess with someone 好 Mess是弄亂的意思 有時候就是 比方說你會看到人家看到一個小孩子 然後就用手把他頭髮弄亂這樣子 Mess with someone's hair 好 這邊弄亂某人的意思 指的就是說 當你這樣子去胡搞瞎搞某人的時候 人家會不會開心 不會 就是生氣了 就是惹惹某人的 就是不要惹人家的意思啊 他引申出來就是不要惹人家的意思 好 所以 Don't even think of messing with the new teacher She's tough 好 想都不要想要惹那個新的老師 這老師很嚴厲很嚴格的 小心的麻煩上身 好 Mess 弄亂 這邊指的是 the now 不要讓他生氣 這樣的意思 Don't even think of messing with the new teacher She's tough 108聲 可愛的喔 Mind your P's and Q's Mind your P's and Q's 好 注意你的 P 跟你的 Q 這是什麼意思呢 好 我不知道大家是幾歲開始學英文的 有沒有這樣的概念 潔心以前在教小朋友英文的時候 好 就很常發現這個就是 小朋友的 P 跟 Q 都搞不清楚 那個兩個方向對他們來講 除了 P 跟 Q 之外 還有 B 跟 D 就通通都搞不清楚 所以叫你要注意你這個 P 啊 注意你這個 Q 啊 就是叫你要小心 你要做到完全正確 你要注意你的言行舉止 這樣子的意思 就非常 後來隱身 本來是剛開始指的是小朋友的這些事情 就是寫 P 寫 Q 的時候要注意啊 要正確啊 到後面就是變成 值得說 說詩琦 要完全正確 要注意言行舉止 這樣子 這是他隱身的意思 Please try to mind your P's and Q's When the princess visits the school 這個太誇張了 請注意 好 請注意 請試著要注意你的言行舉止 你們的 這邊應該是公眾的話 可能就是你們的或你的都可以 當公主 Princess就是公主 Prince是王子 Princess是公主 這不知道哪個國家的 有啊 有些國家還有公主 日本就有啊 好 當公主來拜訪學校的時候 照訪學校的時候 大家做些言行舉止 Please try to mind your P's and Q's When the princess visits the school 好 109 Monkey business Monkey business 好 猴子事業 這個呢 猴子是一個動物對不對 好 在英文的話 像這樣 這種動物 以前就是說 欸像什麼什麼動物一樣 像什麼什麼動物一樣 那猴子就是活蹦亂跳的 虎搞瞎搞的對不對 所以呢 他也用來指的就是這種 虎搞瞎搞 好 惡作劇 不誠實 不合法的活動 所以呢 學生可能可以作弊 不是可能可以啦 可能會作弊 這就是Monkey business 好 政治家可能貪污 這個也是Monkey business 所以Monkey business 通常指的不是好事 這樣字 好 猴子事業 The teacher suspected that there had been some monkey business going on while she was out of the room 好 這個老師就懷疑 懷疑什麼事情 後面一個名詞指去 好 有一些 惡作劇或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當他出教室的時候 對啊 當你出教室的時候 學生就會胡搞瞎搞 其實以前在國中教不出的時候 下課 就是兩堂課嘛 下課 回來之後 就發現一打開鉛筆了 鉛筆裡面全部都是水 被同學灌水這樣子 Monkey business 國中生就是這樣子的 好 The teacher suspected that there had been some monkey business going on while she was out of the room 最後一個 Needle in a haystack Needle in a haystack 好 Haystack就是干草堆 Needle就是針 你要找一根針在干草堆裡面找針 這是很難的 好 就是 就有點像在沙灘找隱形眼鏡 可能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好 所以呢 就這真的就是想像力就夠了 干草堆丟一根針下去要找怎麼辦 很難找很難找幾乎是找不到的 所以你用來描述一些事情就是很難做到很難找到東西幾乎找不到 就會這樣子用 好我們看一下例句 Finding a piece of paper I need in this huge pile of documents is like looking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 好 那找到一張紙 那一張紙是哪一張紙 是我需要的那一張紙 在這一堆 huge 是很巨大的 pile 還有就是一堆 document 文件裡面 就跟要在這個甘草堆裡面找針一樣 好就是我們講的海底撈針啊 好那最後我們把每個 官用語都再講過兩次就結束了 Make your mouth water Make your mouth water 就是非常非常想要的 那可以的話你就不要看用聽的 請看前面姐姐在念的時候 你能不能把這個意思已經知道了 想出來了這樣子 好 107 Math with someone Math with someone 好這就是得腦猛人 108 Mind your piece and cues Mind your piece and cues 好 完全正確注意行為局次 109 Monkey business Monkey business 好 惡搞瞎搞 惡作劇不誠實的活動 110 Needle in a haystack Needle in a haystack 好 很難找 幾乎找不到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 寶貴的時間跟解析 今天看完這五個官用語 希望大家都有學到一點東西 有點幫助 喜歡的話歡迎按讚 這些有臉書Blogger跟Youtube頻道 都歡迎訂閱追蹤分享 下次見囉 拜拜